大家好,本專題小組的題目為 當北港遇到捷克 北港村生活博物館知識行銷策略分析與行動APP企劃 我們的題目之所以為 當北港遇到捷克 是因為在北港有一間修行園區 叫做北港村生活博物館 裡面的繪畫都是由一位捷克藝術家繪製而成的 這是我們的目錄 北港村為北港第一家創意生活產業 我們結合相關商業課程所學 探討它的行銷策略、顧客滿意度 及提出行動APP企劃與其他具體的建議 所以我們的目的有下列五項 我們的研究方法分為三種 日上角則為我們實地訪談與老闆的合照 這是我們的研究流程 在1977年北港村的前身為盛村產業 它是一間木門框工廠 曾經為全台前三大木門框工廠之一 但由於之後許多替代品的出現 木製產業逐漸沒落 所以他們於2003年開始活化轉型 在2013年正式成立北港村生活博物館 捷克藝術家他由於很喜歡大海 所以為自己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海大海 他於2010年進駐聖村產業 這是我們為他繪製的園區高爛圖 金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为北港村的商品价格 入园费100元 其中有50元可以折抵消费 募资产品最高价有高达2800元 北港村生活博物馆 只有一间实体店面 位于云林县北港镇刘错里 但由于它属于较偏向的地方 所以大多数的游客都是骑乘汽机车前往 北港村的推广方式大多为北港在地人的口耳相传 由于他们为小本经营 所以较难主动透过电视等的宣传方式推广 最多人认为需要改进的为餐厅餐点菜色与价格 周边商品价格 门票收费及地理位置满意度较低 经由分析我们发现北港村有主要三项问题 分别是价格 通路 推广 价格方面 北港村门票100元 其中50元可折抵消费 但馆内商品价格普遍偏高 因此会让顾客感觉有折家和没折家是一样的 通路方面 北港村地点偏僻 只有一间实体店面 尚缺乏虚拟店面 推广方面 目前北港村主要销售人员为北港村老板与老板娘 另外广告和评论媒体也有主动帮他们做宣传 经由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七点建议 第一点 善用推广策略APP 这是我们通过课程所学当他设计的APP计划 因手机的普及化人手一支手机 因此希望通过APP可以让顾客更了解北港村 这是我们为北港村设计的行动APP 里面有十一项功能 有粉丝页 满意度分析 以及行事例 地图 联络北港村电话 旁边还有六项功能 有简介 营业时间 订购单 我们融合北港村的有型商品 设计出订购单 有门票 木制品 等其他北港村相关商品 还有影片介绍 园区介绍 线上预约 因现在客制化商品的盛行 因此希望借这个商机增加来客数 以上是我们透过课程所学 利用影像处理软体绘制模型 最后再利用学校设备雷雕计 做出实体商品 在北港村内有十二生肖及妈祖一项图 因此我们帮他设计相关产品 让游客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钥匙券 这是我们帮他设计的闯关游戏卡 因能力问题所以需事先预约 活动时间为每个礼拜四到日 早上十点及下午两点两场次 希望借由闯关游戏活动 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北港村缺乏参观动线图 以至于顾客不便找到馆内区域分布 因此我们帮他设计参观动线图 方便游客了解区内分布 北港村地点偏僻且无装车皆博车 因此我们建议北港村搭配台湾好行企划 希望在人潮众多的地点设立上别 让顾客顺利前往北港村 经由分析我们发现 北港村游客大多为骑乘机车 因此晚上的停车场能让顾客更好辨识 又图为我们帮他设计的停车格 希望北港村可以绘制停车格 经由实地走访我们发现 北港村员工没有统一穿着制服 因此顾客不好辨认 所以又图为我们帮他设计的衣服 可以让顾客更好辨认 这是我们的参考文献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